哈利利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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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謝上帝 讓我們又能夠在主禮拜當中 同心聚集一起來敬拜上帝 我們一起來禱告 愛我們的主 在我們生命中 常常為自己的生活的需要擔心憂慮 常常把許多時間放在 追求這些物質生活的需要裡 也常常活在屬世的社會價值裡 求你幫助我們心思意念回轉向你 好好聽你的話語 將你擺在我們生命中的首位 教導我們更多尋求你 認識你 讓我們的生命因為有你 減少憂慮 讓生命更美好精神 這樣禱告 都是奉靠絕出的一求 阿們 好 在現在的生活環境裡面 其實生活常常充滿什麼 壓力跟重擔對不對 那企業界跟工作等 在職業職場上 也是很容易競爭 然後擔心自己的位置不好 對不對 那老師呢就擔心什麼 學生考試考不好 那父母呢 是什麼 位子裡擔心客業 那很操心 然後年輕人呢 擔心找不到好的工作 擔憂 那還沒結婚的人呢 就擔心怎樣 找不到合適的另外一半 來憂愁 那老闆呢就擔心什麼 放不出薪水 那有些婚姻裡面 夫妻裡面 婚姻就這樣顯紅燈 紅燈的時候 他更擔心什麼 外婚姻外遇的問題 那我們所有的人幾乎 都在為了食安的問題而擔心 不知道怎麼樣選擇正確的食物 人跟人間其實很多的擔憂 不信任 所以那個很有 很沒有安全感 所以呢 大家呢怎樣 很擔心被騙 所以擔憂越多 怎麼樣 身體身心靈的傷害 就越受了 所以親愛的弟兄姊妹 我要問你們 你們每天都為什麼事情 在擔憂操心 請你寫下來 現在 你把它寫下來 你覺得你目前最大的憂慮是什麼 你把它寫下來 你現在 你覺得你自己現在最大的憂慮是什麼 你把它寫下來 如果你可以把它寫下來 想一下 你的生命裡面最大的憂慮是什麼 你把它寫下來 這個 這件事情它到底影響你的身體如何 很多的 我們來看一下 這些憂慮它怎麼樣影響你的生活 然後很多的學者是這樣說的 他說 身體呢 就是 癌症的患者 很多人 是因為個性比較多的憂慮跟壓力比較高的 怎樣 他得到癌症的機率會比較高一點 所以有影響 如果你憂慮太多的話 得癌症的機率會比一般人更高 這個是很多人說的 那我們注意看看你的性格裡面有沒有這些東西 這裡還有兩個叫什麼 完美主義的人 有沒有 完美主義者 還有極性質的人 怎麼樣 他比較容易得胃腸病 注意喔 這個是我以前在醫院裡面常常有經驗 真的是這樣 然後呢 比較多負向思考的人 他比較容易得什麼 憂慮症 對不對 他每次事情想的都是比較怎樣 負面的 就很容易得憂慮症 然後呢 考慮很多的人怎樣 常常不容易什麼 睡好 所以就很容易失眠 所以這些東西都失好 那我在另外一個地方 我看了一個研究報 研究報告 他是這樣 這是一個核心的一個鄭村鵬醫師 他做了一個研究 他研究到癌症病人的性格 性格的理論 他講到說龜毛的 龜毛跟跟完美主義有點類似 龜毛的 我們自己要小心喔 比較會龜毛的 然後呢 比較負責任的 哇 連負責任也會 還有呢 穩健的 穩健就是 情緒不容易怎樣 表達出來 他就是比較 你看到他就是很穩 可是事實上裡面壓了很多東西 還有忍讓 很會忍耐 忍耐 忍耐 所以不忍耐不足夠了 然後呢 拘謹 有沒有跟他相處的時候 你覺得很拘謹 拘謹耶 還有這裡講到一個很重要的 煩憂 多慮 煩憂跟多慮也是 還有 常常會認倒任怨的時候 沒關係 看你怎麼找我 找我找我找我 認倒任怨 這樣 為人 很容易為人著想的人 這些人喔 他說這些人 你的心情 情緒壓力通常都比一般人還要多 而且呢 又善於 如果他們又不善於說要會自我疏導情緒的話 那這些人得癌症的區域會很高 所以個性跟什麼 個性跟性格是有關係 他身體也會受到影響 所以這很重要 那我們來看看 為什麼人會憂慮 我們來看看這個憂慮的意思 這裡有講到說 憂慮什麼意思 憂慮什麼意思 擔憂嘛 焦慮嘛 那就是說心情很不安 很不安 另外一個部分就是說 你是過度關心 對你這件事情過度操 過度關心 關心到底樣就不放心 這樣子 那在這裡耶穌所講的這個憂慮 祂是指說 你搶氣 搶煩 觀念 生命當中很重要的喜樂 那種過分的關心 跟充滿憂慮的那個恐懼 所以這個是一個原文的 對憂慮的一個價值一個解釋 那人為什麼會 人為什麼會憂慮 人憂慮的來源有好幾種 那每年都不一樣 那你看看你是哪一種 你看看你是哪一種 第一個是怎樣 為了吃 為了喝 為了穿 這個是基本的生活的 為生活的需要而憂慮的 這是第一個 第二個是什麼 來自別人的要求跟期待 對別人的要求 對別人的期待 然後對社會價值觀 你有沒有辦法符合 那你應該要如何如何 所以我們是要符合別人的需要 這是第二種 第三種是說 個性上的 剛剛講到說自我要求 比較完美的 比較責任感的 然後比較會擔憂的 比較會懷疑的 比較用應該 禮拜一 下禮拜一我們就會做溝通分析訓練 跟這裡的關係 如果有 如果是想要做關懷的人 可以來上課 就是懷疑的 很容易應該的 很容易有自卑的 很容易好勝的 很容易有罪惡感的 這些也是很容易造成憂慮來源的 集中之一 這是第三個 那第四個是什麼 來自生活當中的環境因素 或者是說遇到遭遇的這些經驗 譬如說工作上的問題 各樣的人際關係的問題 經濟的問題 避痛的問題 功課的問題 生活的競爭問題 還有現在人禍 或者是意外傷害 這些都是 再來第五個 為了完成自己的理想 所以有些人達不到理想 達不到目標 他就會甘憂 那到底耶穌处子這個憂慮 到底我們剛剛講過 耶穌处子這個憂慮是在講什麼 你對一件事情過度的關心 過度的關心 或者他充滿的壓力 所以到底耶穌他怎麼樣教導我們 他怎麼樣教導我們 我們看這個第一個 他怎麼樣來教導我們 怎麼樣面對這個生命當作的憂慮 怎麼樣才能夠減輕這個負擔 他說第一個是什麼 來告訴我 第一個是什麼 不要憂慮 不要這樣 上帝會看護 上帝會看護 那我們來看看 今天的經緯就是這樣講的 好 來 我們來第一個經緯 預備 來 所以我告訴你們 不要為聖地憂慮 吃什麼 喝什麼 為聖地憂慮 穿什麼 聖地不勝於品食嗎 聖地不勝於披薩嗎 這個是耶穌他對學生說的話 這個當時這些混土 跟聖地憂慮到處去傳福音嗎 他們真的不知道他們要住哪裡 他們的這一餐要去哪裡吃都不知道 大到吃 身體又沒有帶很多的衣服出去 因為耶穌說你還跟從我 就不得了 就跟著耶穌走 所以說真的 他們沒有帶太多東西在他們身上 那所以說真的 學生是很擔心的 耶穌啊 你一直這樣子傳 我要吃什麼 我要穿什麼 我要用什麼 也要去哪裡住 都不知道 沒得吃沒得穿沒得住 所以你看 為吃喝穿用 這些東西都是他們優利的地方 所以耶穌呢 他就這樣做了一個很大的比喻 他就用這個大自然的比喻來告訴他們 那我們來看看這個大自然 耶穌是怎麼說的 好 我們來看第二個 來 我們記得來列一杯 來 你們看天上的飛鳥 也不中也不收 也不積聚在他 你的天父尚且養活他 他們比飛鳥貴重得多嗎 有沒有 好 這裡講到什麼 他說很大一個 還有來我們再來看下面的 一起講 預備來 來 你們哪一個能用思慮使獸數多加一克呢 何必會異常憂慮呢 你想野地的百合花怎麼長起來 它也不老苦也不妨憲 然後呢 我告訴你們 就是所羅漢基東話的時候 他所穿戴的還不如這花的一朵 那我先說一下為什麼耶穌用這個領域來當 來分享 為什麼他這樣說 因為你知道當時巴勒斯坦那邊 他們的乎鴨非常的多 那這隻飛鳥在講乎鴨 到處都可見 然後在猶太人民間裡面 乎鴨被認為是什麼 所以怎樣值錢不值錢 不值錢 另外一個是什麼 他是良善的不還是不OK的 是誤會的 烏鴨在那個猶太的那個世界 被人家忌諱的那個一種鳥 他們在荒葉裡面怎樣 就找東西要吃 所以他們是 到處循循循循要找食物來吃 然後讓自己怎樣 堅強能夠生活下去 那這種鳥 上帝都看過 那你就想 我們比這個鳥怎樣 更貴重 對不對 它更貴重 所以耶穌就用這個比喻 來講到說我們比飛鳥還更重要 那另外一部分是百合花 那百合花在這個巴勒斯坦 到處都可以看見這個百合花 在我們這邊貴的藥石對不對 可是在巴勒斯坦是怎樣 四季 你眼睛貼著看 到處都是怎樣 那些森榔很茂盛 百合花就很 所以 請問他在巴勒斯坦那裡 百合花是燙的嗎 蛤 燙啊 四季都有花 對不對 那就燙 所以呢 這種花這麼的便宜 可是呢 上帝給他裝飾的比什麼 比所羅門王 穿的衣服還要怎樣 還要美還要好看 對不對 所以 你看喔 我們實在是不用太安憂 上帝透過飛鳥透過什麼 花 然後來告訴我們 不要憂慮 因為上帝連花跟這個鳥 他都看過 和我們比 像我們比 這些都重要 都貴重得多 他當然複雜到底 上帝比我們的父母更知道我們的需要是什麼 甚至他給我們是超過我們所覺所想的 所以我們不要為生活來擔憂太多 這是第一個 那第二件事情 那我們要對上帝的信心 然後學習放下 等一下 好 第二個部分 就是說 耶穌要我們學習 對上帝有信心 學習會交過跟放下 耶穌指責他的學生說 他們是小性的人 因為上帝連草活一天 上帝仍然跟他裝飾的美美的 更何況是自己的學生 所以耶穌要他們不要憂慮 要對上帝有信心 上帝是創造萬物 而且是無所不知的神 我們是他的小孩 他怎麼有可能不愛我們 所以呢 上帝知道我們所欠缺的 說明要對上帝有信心 耶穌說你們所需要的一切東西 天父都要加給你們 那我講了一點點想要見證 我以前我先生 等於在來的時候 他在暮起 那他都沒有辦法吃東西了 結果胃腸沒辦法消化了 所以能夠做的 只能夠喝什麼鞍樹 那我那一天我正想要下班 我想說沒關係 我下班後我再要去馬 結果我中午的時候 我就中午要回家 都要照顧先生要吃飯 所以我都中午回去 弄飯給他吃這樣子 弄東西給他吃 所以在休息的時候我回到家 你知道嗎 我就發現我們家的客廳 已經有人送了一箱 安樹就在那裡了 我還沒有去買 我只是心裡面想說 下班後要去買 可是呢 客廳已經有一箱的安樹 我沒有跟家人 任何一個人講說 我要買安樹 沒有人知道 是我心裡知道 我跟上帝說我要去買 那我正在尋求的時候 我回家 安樹就在客廳裡面 然後我就想說 這安樹誰送來的 我先生就說隔壁那個醫生 他們 因為他們是兒童醫院的醫生 然後人家不知道為什麼 反正就是 我不知道為什麼 反正人家送來那個安樹 在他們診所裡面 然後他們想 我們根本沒有人需要這個 他就想到我們家 有一個癌症病人 然後就送到我們家 所以這個很特別 那這個是化癌在吃的用藥 所以我就非常感動 我說哇 先生啊 你真是又這又我的神 當我們想的時候 你就已經知道了 而且預備好了 這是真的是超過我所講 所覺所想 因為我一天呢 人家送我們吃的那個蜂椒 已經吃完了 那我先生說 他覺得這個蜂椒 吃的效果很不錯 所以呢 他真的擔心說 那我要去哪裡買這個 這個廠牌的蜂椒 結果我們也沒想到 你知道我正在想 我這些事情的時候 我就接到一封電話 這是我一個好朋友 打個電話來告訴我 這兩個是不一樣的人 然後就說 中學我們家蜂椒好多好多 都吃不完我怕過期 你們來幫我們吃好不好 因為他知道我們家 一個癌症病人 因為我 他的孩子 是我先生的學生 所以呢 他們就願意這樣送來 所以我根本連買都沒有去買 就送個同樣掌牌的蜂椒 來給我吃 我就覺得 我有感動的又落淚 然後說 神啊 你怎麼無所不知啊 謝謝你 謝謝你 其實這樣的經驗很多 我常常覺得到神是很豐富 很豐富供應給我們不缺的神 好 那再過來呢 我們還要怎麼 先求他的果和他的意 那 其實如果 那這裡剛剛講到說 就是我們才會會生活優力對不對 可是在這裡講說 你要先做什麼 你就會得到優力 你就不會那麼優力 神都會給你這些 第一個是什麼 要尋求他的果和他的意 不是尋求上帝的果和上帝的意 意思是說你們要最重要 其實遵行跟接受上帝的意思 戰勝憂鬱最好的果方 我在說一句 遵行並接受上帝的旨意 是戰勝憂鬱的地方 那意思是說 你們最重要就是這樣 先求他的果和他的意 這些東西都要加給你 那我問大家 什麼是上帝的果 什麼是上帝的意 上帝的果是什麼意思 來上帝的果是什麼意思 這裡講的上帝的國度 意思說上帝的國度的降臨 然後呢 上帝的旨意的實現 你要實行上帝的旨意 上帝的心意是什麼 你要把它實現出來 其實更重要的解釋就是說 我們生活當中都要以什麼 上帝為我們的中心思想 到任何地方去都要想 這件事情上帝會怎麼想 會怎麼說 怎麼會怎麼做 大概用上帝的心意 來做我們生活的判斷 所以我們整個世界 你要做任何決定的時候 你想要說 上帝會怎麼看這件事情 我們要怎麼樣來做這個決定 你的人生觀 你的價值觀會很大的不同 所以上帝希望說 我們順從他的主權 神有神的主權 然後他是君王 所以他呢 他能夠有憐憫 他會釋憐憐給我們 他有慈愛 他有恩典在我們當中 所以我們每一個人 都要尋求他的旨意 尋求他的心意 然後聽他的話 聽到的話又去洗 有沒有上帝有沒有說 你如果聽到的話又去洗 就是有食器的人 所以我們要做這個事情 所以要知道說 你把自己的生命的主權 交給神的話 你聽到的話給他管理 那神就像慈愛的父母一樣 來愛我們 照顧我們 供應我們一切的需要 所以就不太需要 就是說當你做了這些事情的時候 神就會把你所需要 生活所需 比如說欠缺的 神都會供應你 所以如果我們 所以我們就不用再追求 自己的果 還有自己的意 如果我們是追求自己的果子 然後就為了生活 吃啊 穿啊 用啊 很多的煩惱 很多屋子上的需要 很多需要跟人家競爭的需要 這些都是外在的 而且也是短暫的需求 那很快就會過去了 所以 假設你這些都有 也就是說你還是心裡口 口虛 所以神一定要讓我們 這樣的生命口 那我們做神的而令就是怎樣 追求上帝的話 尋求祂的主權 這很重要 這是我們今天 所要很重要遵行的 就是祂的建議是什麼 我們怎麼樣要活出來 就是我記得我上以後有講說 我們要追求什麼 屬天的價值 我們有屬氏的價值 我今天有看到樹貞來 好 我就昨天跟他講說 你要分別而生 因為他是做沒法業 沒法業的話 他就是禮拜天客人很多 他說真的 那時候把生意放掉 錢就沒了 對不對 然後擔心客人就這樣被拉走 所以很擔心 但是呢 他跟我說 我很重新的規劃 好高興 今天就來了 我們要鼓掌一下好不好 真的 我好高興 我已經看到人很高興 真的很高興 真的是我非常開心 那我們現在好好注意 我們要這樣子做 好 我們要相信這件事情 第一個 上帝是全能的 他知道我們的需要 他會補足我們所有欠缺 所以你今天沒有工作 想你會不在其他天 補足你 真的 我所有的以前的 做生意的人 禮拜天工作 然後他把禮拜天休息 半天 或者是一天 那就休息 就是給神 結果這個時間是給神 分別為聖 你知道嗎 神就住了他其他天生意變得很好 因為大家都知道他那天不會開門 因為大家都往其他時間走 所以不用開心 今天也是 說給你今天 不然這東西 好來 第二個 上帝給我們是什麼 超過你所求 就是說 你覺得這個很重要 對你很重要 所以你一直求這個 可是上帝說 你需要的不只是這個 我還要給你更多 就像我剛剛 我今天我說要去買的時候 我也不是說沒有錢去買 但是要去買啊 我都還沒有去 神就給了 你知道嗎 這是很奇妙的 而且心裡想 神就給了 我都會去 嚇一跳 每次看到那個 我就真的就是這樣 好 第三個就是說 要不斷的怎樣 今天就是了解神的話語 而且你知道 就是請上帝的話去做 你要去做 不是知道而已 要去做出來 然後讓上帝的活度怎樣 降臨在我們中間 而且大家要彼此相愛 然後過 在地上 就像 待會我們都會相聚集 然後彼此就像 生活在一起都很相愛 然後第五個 我們要尋求上帝的義 做神看為對 看為好 何省心意的事情 我們要做何省心意的事情 然後聖經上有講 你說什麼 行公義啊 好憐憫 純謙卑 做正直的事 過聖子的生活 這是神喜歡的事 那是一個何無省心意的事 所以這上帝的義要去做 好再來 不要為母子生活來猶豫 要尋求優戀的生命 所以我跟你講 短暫的生命 人的一生當中 這個生命都會過 昨天俊儒講得非常 俊儒的俊儒弟兄 他講得非常棒 他昨天媽媽 就是做高齡禮拜 他昨天非常好 他分享得非常好 真的是 媽媽也是集集營營在生命當中 一直很不斷的追求 然後照顧家裡的需要 但是你看 神總是我們的生命 他活到92歲 其實說真的 也是歲數很夠 很大 那是安慾在生命 所以其實看上帝 看他很辛苦 所以上帝就帶他回到 回回家了 安息 所以我們要知道說 他所 他找到這個什麼 他54歲還是55歲 受洗 然後尋求永遠的生命 所以我們在座的每一個人 還沒受洗 你要知道說 威為上帝的耳鱼 成為神的孩子 你的生命 永遠的生命 蘇貞受洗了嗎 受洗了 受洗了 好 太棒了 那再來 我們要跟神建立好的關係 很多時候 你會跟上帝生氣 上帝沒有聽你的禱告 你就生氣 神都沒有聽我禱告 我就想說到底你是神 還是祂是神 很多時候我們就是 你要聽我的 那到底祖全是誰 所以祖全不是我們 祖全是誰 祖全是神啊 不是我們啊 所以我們要把這個祖全給神 好 再來就是 這我剛剛講過 所以有做這八點 那我們做子女的就是要這樣子 就是不斷的 你尋求神 神就會把那個善好的部分賜給你們 所以我們要學習 對上帝有信心 有依靠 不要自以為聰明 真的 我常常不要走在上帝的前面 要相信上帝所做的事 是超越人所期待的 那我們要謙卑的承認自己有限 也很軟弱 要相信上帝的愛真的無限 信耶穌的人真的是很有實氣 因為我們的上帝是宇宙萬物的創造者 祂什麼都有就對了 祂知我們的問題也知道我們的困難 那我們一切的祈願祂都知道 祂會看護我們 我是這樣的經歷上帝的愛跟照顧 那最後呢 祂講到一個神 祂說 所以不要為明天憂慮 因為明天只有明天的憂慮 一天能來出現當事後 我們的生活會有憂慮 是很正常的 但是主耶穌要不要過度 過度 會憂慮很正常 但是不要過度憂慮 不要為未來而憂慮 這樣很容易讓我們身心裡都受傷 因為 憂傷的靈和食骨這樣 苦幹 喜樂其實是什麼 最好的良藥 所以如果我們今天沒有那麼多憂慮 我跟你講我昨天有睡覺 我每次講到我都幾乎那一天是不用睡覺 我今天有睡覺 不錯我現在正在修著我自己 我想說奇怪為什麼每次講到都要 都要弄到整天都不要睡覺這樣子 真的是稱不住的 昨天還是覺得睡還是睡覺好 我睡覺好 所以這很重要 我們身體會健康 不然這個會很慘 要不然每天都這麼憂慮的 好 那我要大家帶你們來看這個就是 意思說到底怎麼樣加寶 我們來試洗一下 第一個 不要怎樣 過度憂慮 上帝知道我們的需要 祂會看護的 第二個 要對上帝的信心 要絕對交通對不對 那我們從上帝所創造這些自然界 臉地的花 然後天宮的飛鳥 我們看到這些 你就知道神都看護 更何況是我們 第三個是什麼 要先求神的果和神的意 對不對 上帝的人 那你尋求他 神就會給你 你所需要的神都給你 所以你跟革命的人說 你要先求上帝的果和上的意 這些東西都要加給你 你們跟革命的人說 你要先求上帝的果和上帝的意 只是先求神都要加給你 再說一次 好 很重要 好 然後呢 第四個是什麼 一天的什麼 憂慮 一天當就夠了 所以意思說可不可以憂慮 可以 但是怎樣 一天 一天就好了 一天就好了 就好像生氣 也要生氣一天就好 不要等再三個月 等再四個月 弱潛 蛤 真的 我跟你講 這樣子一定完蛋了 一定完蛋了 所以跟隔壁人講 一天的憂慮 一天當就夠了 一天的憂慮 一天當就夠了 一天的憂慮 一天的憂慮 一天當就夠了 我們今天有關懷日的區會 我今天特別 剛剛 有讓老師說 我今天講短一點 你看我今天多短 看思念書 我看到你 好 我們一起來禱告 親愛者耶穌 謝謝你告訴我們 我們比萬物都貴重 你照顧我們萬物一切所需 我們要對你有信心 因為你先愛我們 我們也要願意學習 先從你的果和你的意 遵行你的旨意來走 把你的愛活出來 不再為自己的需要 過多憂慮 這樣的禱告 就是奉靠學術的名求 Amen 好 我們來唱一首回憶的詩歌 《野地的花》 這首歌應該大家都很熟 《野地的花》 PBT幫我放一下 《野地的花》 從來不為神我嗎 此愛的天父 天天都看顧 他的愛是傷人 為他來預備用神的路 一切需要 天父已經都知道 我心中煩惱 讓他為你修留 此愛的天父 天天都看顧 他是這個人的手 心中煩惱 一切需要 一切需要 天父已經都知道 我心中煩惱 讓他為你修留 此愛的天父 天天都看顧 他介服 心靠的天父 你練成是有福 祈礙我們每一個人 所有的憂慮 在上帝的清理解 都能夠淑掉 可以嗎 跟所,在話題的 只要你先求神的活 以後我們要多搜求神的活 給神的活 那這樣的話 我們的憂慮就是少一點 因为神会把这些都定了 知道吗 因为我们太多的忧虑丹 丹就在我们当中了 那你跟我们都会 那么多忧虑都会生病 我是睡不好 要不然是睡不好 要不然就怎样 身体就这样疾病一样一样的 然后胃长疾病很多 脊带 忧虑是会让我们身体怎样 食股苦干的 所以不要再忧虑了 OK 优历不要太多 不是说都不会 一定不要太多 OK 是这样我们的一个人 是这样回到成长 直接教给我们的四位